我和他在一起三年了 他和原来认识的时候完全不一样 脾气又急又硬 从来不承认自己的不是 可他以前也没这么嫌弃过 他怎么突然就变了呢 他可能心思早就不在我身上了 毕业后 我那么死心塌地地在他身边 他还这样说我 他现在就知道喝完酒 在外面惹是生非 我为我们的将来承担了多少压力 他怎么就不能体谅我一点呢 他说的那些压力都是他的借口 我跟他在一起实在太累了 我根本看不到我和他的未来 既然失衡了干嘛还要挽回啊 所以有的时候生活就是这样 很多东西你明明知道它不对或错了 但是你还想留 接下来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文25岁来自湖南 是一名文员女嘉宾小邓24岁 同样来自湖南 也是一名文员 来有请 有请两位 有请 这个这个 你这个驾驶今天是来决斗的 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来挽回一场爱情 哦 我以为他是说 来吧 挽回我吧 容易让人引起误解啊 兄弟 你们是大学里认识的是吧 对 就大学期间有一次一起出去做兼职的时候认识的 然后聊了一会发现是一个学校的 然后就回来以后也经常一起聊天啊 散播啊 约会啊什么的 就觉得挺对胃口的 然后就在一起了 你今天是来分手的是吗 我是来面对一份即将有一个交代的爱情 即将有一个交代的爱情 那你好吗 以前挺好的 后来 后来也挺好的 那只是他自己认为的 啊 这段爱情出了什么问题了 姑娘给讲讲吧 他总自以为是 啊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别人就应该以他为王 知道吗 啊 他有那个王的感觉 确实 对 即使到现在这个局面了 我们已经面临分开了 他也从来没有觉得要低头去认错 他是拿我们一起三年一起养育的一只狗狗的抚养权 他说是 就是说要跟我争那个狗狗的抚养权 那狗也是我买的 狗是我买的 我送给你的 现在你要分手了 我把狗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哎哎哎 我只是觉得你强死躲你 送人的东西还在要回的 我买的 哥们儿我送你个东西 咱俩关心不好 好来把东西还给我 一个人的忍耐度是有极限的 你觉得我有必要再忍你吗 凭什么 就你喝酒的事情怎么说呢 三年了 不知道为喝酒的事情吵了多少次 我一喝 原来不能喝酒 你是正常的喝酒吗 你是正常喝酒 我会去管你吗 我不能喝酒 我怎么就不能喝酒了 你喝酒 喝完酒到处惹是神非 你是一个正常的喝酒吗 跟兄弟一起去KTV里面唱歌 就能惹出一大堆事 把别人的东西都给砸坏了 如果当时不是我在场的话 那个工作人员指不定会和你发生什么冲突 你当时要是不在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事情发生了 我那么多朋友在那里 他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你朋友就什么为你摆平 你是王帝吗 你一个女人可能不知道 男人之间喝个酒是一个交流方式 是不是都不该管着你 这件事情是因为什么事情 你喝酒严重到什么地步 你知道吗 上个月 他和他朋友去喝酒一夜未归 然后我打电话给他一个晚上 打了一个晚上你没有接 你知道我的心情吗 我早上不是回你的吗 你回我你怎么回我的 你一个微信回到我 你当我是你女朋友吗 我微信回你 我还写封信给你啊 有必要吗 你知道这个事情就行了 我觉得你就是不跟中我 然后呢 你还有强词夺你是吧 我报告你 我很平安就可以了 你还强词夺你是吧 我打电话给你朋友 你朋友不小心说我嘴 说你在宾馆 结果我去宾馆 你除了你和他 还有一个女的 这件事情难道 还是一个性格的问题吗 我觉得是你人皮有问题 我甚至怀疑这段感情的真实程度 甚至这三年 就是我一个人傻傻 在维持这段感情 你知道吗 那本来就没什么事情 你要往那方面想 三个人在宾馆没什么 你要是抓到我 跟那个女的在宾馆 那才有问题 你就是说你承认过自己的错误吗 三年来有吗 你一直是高高在上的态度 即使到现在 你还觉得我是在求你是吗 你凭什么 凭什么事情也都是由着你 比如我们一直在长沙上学 然后工作之后 我打算就是 我家是在棘手的嘛 然后我就想在棘手发展 他就偏得我跟他去永州发展 凭什么 是不是一切的决定 都是你说了算 你跟我商量过吗 你尊重过我吧 这个又商量吗 请问男女在一起了 那不是女的跟着男的回家 是男的跟着女的回家 那个叫入坠 主要这件事情是你两个人的未来 为什么你觉得我就应该听你的呢 你听我的有错吗 我能看着你啊 你让我看到是什么现象 你爸爸妈妈给我 一提到你爸爸妈妈 我真的是受够了 我爸妈希望咱俩俩能够回家 看望一下老人家 他在家里准备好 一桌子的好吃好喝的 你别提了是吗 一直每天去你家 你觉得这样真的有意思吗 每个星期去你觉得有意思吗 就是已经明白 这是一个强人所拦 我们在这个地方工作 你永州是有一段距离的 你总觉得是你们家对的 你是对的 你有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你跟我在一起 你听我的有错吗 有错吗 你看你跟我说话 不都是以直气齿的吗 你就得给我受着 听着忍着 你一直说这个男生 对你的要求是 他要做王 对 什么事情都得听他的 你帮我举两个 要听他的例子好不好 咱们不吵 就是平常他喝酒什么 我不能管着他 反倒是他管着我 特别严格 就比如说我跟男同事 正常的吃饭 工作上的谈事情 如果一旦没接他电话 就各种难听的话 不管当着多少人 你是用耳朵接电话的 你就不能用 你为什么不能理解一下我 你看就来了 为什么要留他 挺喜欢他的 觉得有的时候 人挺善良的 而且 跟我在一起挺开心的 这三年 刚才你们也吵到了 现在等于 每周要需要回家 看他母亲是吧 那你们每周 去看他的父母吗 不去 为什么不去 他的父母不是父母 你的父母是父母 这不还没结婚吗 没结婚 没结婚 为什么他要跟你去看 你母亲呢 所以我觉得人家觉得 你不如一条狗 也是有道理的 你没良心吗 就是你父母是父母 人家姑娘就不是父母了 怎么了 嘚瑟什么 从他就不会低头 从不低头 他要低头的话 你还跟他吗 这三年的感情了 听明白了 要低头还是跟的 所以也没办法了 你们来吧 三位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孩我问个问题 你的原则是什么 跟他分手 什么事情发生了 你一定会跟他分手 一个人 他感情是有一个底线的 我不能忍受的 就是他 已经是三年都是这样的 三年来小事 大事都是我忍着他 他可能已经习惯这种模式 所以我去忍着他 你终于知道 问题所在在哪了 对 其实如果不是那只狗的话 你也走不了 狗仅仅是说 你想给自己一个台阶 让你留下的借口 而恰恰这个男人呢 根本就不屑意 给你这个台阶 他拿住你 你看他上场的姿势 始终没变 他的口头也就是说 怎么了 有错吗 正是因为你一步一步的妥协 你已经成为一个 没有原则的人 所以 他知道你离不开 所以在这份爱情里头 他是王 你又是什么 我之前只是觉得 爱情就是两个人 相互去宽容对方 但是他就把我这份宽容 和忍让当作 是我对他应该的一种 你就是在纵容他 这副样子呀 可不是所有的女人 都会容忍 唯一能够解决问题的 根源就在于你 在于你找到自我 找到自尊 如果你自己都不尊重自己的话 别人拿什么来尊重你呀 你现在可以跟他说分手 离开他 你看他怎么样 如果他能低下他那高昂的头 不要做出那种一切都不屑的那种表情 还有可能 如果没有 趁早走 否则你们之间不是爱情 他就是王 你不是王后 你是被他统治的奴隶 男孩 你的这种所谓的高高在上 只是在他身上能够体现而已 为什么都要听你们 为什么只去你的父母家 不去人家家 平等吗 你太欺负人了 你要真爱他的话 你让他做回王后 你看看他会给你什么 绝不像你这样 你要让他做一次王后 他一定会让你做王 好吗 兄弟 听我一句劝 你试试 得到的一定是你想象不到的那种幸福感 男生 我问你个直白的 其实你并没有 你表现出来这么有自信对吧 对 我觉得通常过度的霸道都源自于自卑 你一开始出来虚张声势的战法 跟你从头到尾都手抱在胸前的防卫姿态 那是你的一个武装方式 如果你不这样做 你就没有办法做王 在你们的关系里面 我并不认为 有台面上我们看起来的 你这么吃得住他 如果你真的对这段感情这么有信心 才不会拿一只狗做威胁呢 你要走 我就把这只狗带走 你自己会不会觉得很可笑 这个做法是怎么叫做大丈夫呢 在男人的世界 我非常理解充满了各种真境 你为什么得去喝酒呢 因为你的事业上一定有很多要拼杀的 你知道吗 你眼中的这个王 他在外边也是要伺候别人的 他并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都做王 对 他除了你们家 其实他是得伺候别人的 所以有时候他也不是自己甘愿去喝酒的 有的时候他必须得去喝 为什么呢 因为有比他更大的王 叫他去喝 你只不过是在你的爱情世界里面 硬要演这个王 以平衡一下你在外面 没有办法做王的这个失落感 真正强大的男人 不是靠大声跟霸气说 听我的就对了 就是跟着我走 不是这样的 真正厉害强大的男人是 我保护你 很多时候 甚至我是可以让你的 可以让着女人的男人 才是大男人 你要留住他 恐怕不是掐着狗的脖子 你要留住他 是去倾听他的心声 尊重他的感受 这才叫做爱情的王道 你是真的想做王吗 就想管着他吧 我告诉你 最近有一个电视剧 里面有一个人 特别像 他真的是一个王 但看上去也特别像一个 由头粉面的痞子无赖 他的名字叫淫道 他有显赫的家世 他也有健壮的外表 甚至他也有江山设计 但是行为像个痞子 我想问一下 你有什么呀 你没有健壮的体魄对吧 你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对吧 你也没有非凡的才华对吧 更没有宽宏的度量对吧 你做什么王呢 你说呢 对 他虚张声势插着个腰 半箱啤酒连我都喝不过 你呢 不管不是个王后 连一个应识都不如 但你为什么要把自己降到这么低的一个身份呢 我就是觉得爱情没有尊备 我觉得以一颗心去对待你一颗心就能换回一颗真心 一个男人 不要看平时他可能有的时候会对你一点好 但是不管怎么对你好 婚姻的基础是尊重 我们有些女人老是搞不懂这一点 就百般伤害你之后吧 哎呀 我觉得他有的时候对我还是挺好的 如果连一个基本的尊重都没有 再多的柔情蜜意 再多的呵护和甜言蜜语 那都是假象 所以我建议你 重新寻找新的生活 想回几手就回几手 你看看 当你把腿又走之后 这个王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的时候太把自己埋态了 不光是助长对方的威风 反而倒让自己再也认不清楚自己 人的头是慢慢慢慢的低下来的 一开始很有自信 逐渐逐渐天天被他打压之后 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卑贱 所以你为什么不出去看一看 好好地审视审视自己 也正好让这个家伙 自己去照照镜子 看看自己有几斤积累了 如果你还尊重自己就离开 如果你还有那么一点爱他 或者是怜悯他 也让他重新发现自我 去成长 走吧 没什么值得可留的了 大概他从来没有正眼看过你 是吧兄弟 看过 好看吗 好看 怎么好看呀 人漂亮 人漂亮 所以大概在你心里面就阿扎地想 你们这些男人跟他喝酒 就是为了占他的便宜 对吧 是吧 是的 是吗 你想跟他喝酒吗 我 他跟我喝 想吗 一点都不想 对不起 我不信 真的 不认识的女人不在一起喝酒 你如果别人都是你想的那样吗 有什么信不信的 天仙不会跟他喝的 不认识喝不到一起 哎 所以你就没有尊重他 来一起进入黄金六十秒 我看过一个故事是这样子的 一个男生第一次不会为一个女生在他吃饭之前 给他拉开凳子 当他第二个女朋友的时候 他已经学会了 拉开凳子 但陪在他身边呢 不是了一个女生了 爱情本来就是一个前人载数后人成娘的事 我真的不后悔这三年跟你待在一起 我只希望 即使以后陪在你身边的人不是我 我希望你能把从这份爱情里面的一个教训 来到下一份爱情里面 至少对他好 可能把我的想法强加到你身上 本来就是一些我个人的一些狭隘的想法 我希望能给我一次机会 回吧两位 谢谢啊 对了有一件事要问你 就是今天一旦分手了狗 给不给人家 既然人家决定一定要走了 他肯定做好了打算 不要这个狗的 你给不给 我肯定会给他 肯定给啊 姑娘 不管结果狗都是你的了 请回爸王 谢谢啊 来 请关门 来吧 进段广告 要旅游找图牛 图牛旅游提醒您节目首播期间 打开图牛APP 应百元现金券 更有火车票机票 酒店 优惠券 领不停 好了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们自己的选择结果吧 请开门 来 还有话跟他说吗 哎呀低个头有啥呀 嗯 觉得挺可惜的 不过我觉得他可能 下去以后还是会联系我们 走吧 哎呀 开始 开始